新的噴漆機拿出來用 要吸掉發現吸不傷料 已經把這個泄壓法打開之後 然後開了開關 這邊完全不會噴出水來 那就代表說裡面有可能有兩個缸珠 被保養油或者是殘漆黏住了 新機他在出廠之前他一定會試噴水 當工廠把水排乾淨之後他會上保養油 保養油放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那鋼珠很小顆才0.4公分 就有可能會被比較黏的油給黏在鋼珠座上面了 這不是機器的問題 這個問題馬上就可以排除了 排除的方法很簡單 機器的下方吸料管入口處有一個圓形扣環 這樣就打開了 打開來之後吸料管也直接往下拔除 拔除之後只要拿個六角幫手細長的 由正下方的洞往上頂開 鋼珠就開了 第一顆鋼珠藏在這裡面 那還有第二顆鋼珠必須要用32號板手 把這一顆轉開來 轉開來之後 也是拿細長的六角板手 由下往上頂開 裡面就有一個更小0.4公分的鋼珠 兩顆鋼珠都頂開之後 東西都鎖上去 問題就排除了 首先這個免工具扣環只要壓下去 往下拉 拉開之後 再把吸料管去除 吸料管也稍微扭一下就出來 拔除之後 我們先用六角板手先往洞裡面搓 所以搓第一顆鋼珠就被搓開了 接下來再用32號板手 把這一顆轉開 轉開之後 再用小的六角板手由下往上頂 頂開裡面的鋼珠有時候會聽到 啪一聲那就沒有問題了 好 我現在頂下去就卡一聲 就表示裡面的小鋼珠被黏住了 現在已經解決了 那這邊鋼珠的順序跟 安裝順序要清楚 這鋼珠有一個鋼珠做 鋼珠放進去之後 再蓋上藍色的蓋子 然後再裝上鐵黃 然後再鎖進去 고리 小鋼珠 大小鋼珠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